好 來 我再重複講一次 就是說呢 那個今天我們預覽的結果 所看到的結果 這個地方置旁邊 這邊是一盪被空白 因為其實 這空白我覺得是很難計算的 因為有些人電腦螢幕就比較小 如果你比較小 你還設超過太多的話 那看的人就很累 到時候他那個 看到一半超出了 他要去鑽卷軸 然後卷軸看完之後 又要回到檢驗 又要再卷軸再卷回來 所以其實一千是目前大致 所有的電腦應該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但是相關於說 你兩旁這樣子 像我們這個宽螢幕的 兩旁就會空了一些空白 感覺這個字 就會覺得好像被掉出去的感覺 就不夠安穩 所以也許你可以像個框 把它框住 就像我這邊的我個人網頁來講 我已經個人網頁挑中 像我個人網頁 我就稍微這樣框 框住 這樣子 這是都是自己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OK 你這樣的沒有外框 你可以接受 你就 你就接受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不行的話 你就 所以一個是這樣子 首先剛才我們這一段文字 是不是有用table包起來 有沒有 那這時候你就把 邊框色為1 可是呢 色為1之後 它預設的這個線不好看 它就是灰色的 那我可以過去看一下 就這樣子 就不好看 所以呢 我們可以設規則 我們再加一個規則 比如說呢 我就選掉 Bolder Color好了 好 你要不要大小寫這種 像我這種習慣 組合字 組合字 的 第二個 第二個 以後的每一個字 你的第一個字 都大寫 其實有很多的部分 會設這樣 設這樣規則 那這也是我自己取的嘛 所以上面別忘記是類別 這樣子它才會自動幫你 前面多加一個點 那當然你要自己加 你事前就要先前面加個點 也可以啦 也可以 你先加好 也無所謂 它就不會再幫你多加 所以你看 這邊有一個點 然後放個卡爾 那只是接下來就是 我把它設個邊框顏色 不能設 這不是設置型顏色喔 設置型顏色是說 被這個框所框進來的範圍 這個之內的 全部是這個顏色 喔 那這樣就 那個顏色完全變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 變框 設計一個顏色 然後呢 看是設計什麼顏色 比如說這外圍的框 我稍微暗一點點的黃色 因為既然這邊是黃 那我外圍 我也盡可能 接近的設計 但是我暗一點點 然後呢 另外呢 也可以去設計 比如說我就是Stulling 然後 環度實力 套原 套原 沒有反應 是因為我還沒套進來 我只是規則而已 所以我只要接下來就是 這個是屬於一個Table的 所以我要針對Table 套 Bottercard 不過 來看一下 應該是 這個 F5 重新整理 這看不太出來 我看一下齁 如果我今天把它 Botter 變黃色為例 F12 就有 就有 對不起 它浴色的邊框 因為 你這個顏色 只是等於說 有點在那個整個表格 最外圍再加一個這樣的顏色出來 OK 所以你今天 像我剛才 對不起我 我把那個表格 的表格的邊框 我還是還原為例 然後呢 那個什麼 反而這個 這個框 這個框 有點是在這個邊框 外圍再多加一個框 OK 所以 這個東西 如果你覺得這樣1 還不太夠 那你可以再修改它 比如說 雙線 然後雙線就盡量 射到3 以上 靠右 所以 這時候 就是雙線框 所以 複衰 這個 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可以嗎 我就射得比較暗 那 這個部分還算簡單 邊框還算簡單 就是剛才 我只能增加一個規則 然後針對邊框 射出細色 顏色 這個東西 還算簡單 現在我們再來 多講一個東西 就是 剛才這個超臉節度 有點麻煩 為什麼 這邊 這邊 因為也是超臉節 他用到了那個 A 他用到了這個 Anchor 這個標籤 有沒有 他這邊也用到一個 Anchor的標籤 所以 因為我們這邊 直接強制 勝規則 A這個規則 那就慘了 整個 所有都變了 那所以 那怎麼辦呢 來 我們直接改CSS 我建議 我們把 A 只要有 A-Link 從這裡 A-Link Power Active Visitor 這四項 先全部選起來 我拿Ctrl C Copy 我Copy喔 我再複製一份 在這裡一下 這樣有兩份喔 現在有兩份 我慢慢往上去 有沒有 Link 然後又Visitive 這裡 Visitive Active Hover Link 然後 Visitive Active Hover Link 有沒有 我建議 我們上面的這個東西 導覽列 導覽列的部分 不要直接去套用A這個標籤 你可以自定標籤 因為導覽列這個標籤 會你要做比較特殊的感覺 所以比較建議 你自己自定標籤 所以那自定標籤怎麼辦呢 來看這裡喔 我把上面這一組 上面這一組 四個 當作 那個超連結的 那個導覽列的 好 所以我這邊自定標籤 自定標籤 規則是不是前面加一個 DM OK 然後 假設 因為那個導覽列叫 navigator 那我就取個 NAV好了 然後再多加一個A 所以事實上等於說 我們多加一個 點 NAV 可以嗎 好 我複製一下 然後 第一組的 A Hover 我也增加 Active 也增加 A 也增加 這樣嗎 問題 第二組 這邊是第二組的喔 我不變 第二組不變 好 儲存 我在重複一次 我複製了一組 B組 改名字 第二組不變 好 我先回頭來 網頁的部分 好 網頁部分我重新 稍微 改進一些東西 我針對導覽列 針對導覽列有超連結 重新套 重新套 MAB MABA 重新套 這幾個重新套 沒什麼改變 因為規則一樣 只是我把它規則 上面的規則改MAB 後面幾個 紅色 等一下再關它 然後下面的 套用的是A 這時候我就來改它 下面都是一般的超連結 我就來改它 好 這個A 那這時候我乾脆都不要變框 不要變框 欸不是 這裡把它刪掉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 它就完全沒有變框 Hover也一樣 不要變框 好 這裡 Style Sir None 這裡 寬度全部一樣 都是直接離刪掉就好 Color 全部一樣 Color 刪掉 就好 所以這樣子你看喔 上面的導覽列 是一個規則 而且這是我的自訂規則 都是NAB開頭 那後面還是一樣有什麼 Maha Link Naha Hub Maha Active Maha Business 那底下的是一般標籤的規則 A 標籤的規則 好 然後別忘記 我把導覽列 每一個的套用的CSS 都改一下 都改一下 都改過來 然後呢 在文件的這個A 就每一個這裡的A 請你都把有邊框的部分 不要有邊框 不然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呢 這時候我再按F12瀏覽 這時候你看 這裡三個我還沒套 所以至少這個地方 還是我原來的規則 但是起碼這邊看起來不會怪怪的 但是我一過去就變超連結 也提示大家 內文部分我是可以講超連結的 所以是可以提示大家這是超連結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比較沒有怪怪的 所以 內文裡面的超連結 沿用原來的 HTML的A標籤 導覽列 導覽列 是因為我還要想多做一點花樣 我就 自己用 製地標籤 比較保險 可以嗎 好 這部分請各位 加框 加 那個什麼 那個 把這個導覽列 這個地方的超連結 改掉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複製一份超連結 然後把這個上面的名字 變成製地的超連結 然後底下的把那個框拿掉 好 來請各位 試試一下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